表属的实验只是一个筛场的实验 筛场出来比较有效的抗体 这一种疫苗以后 还要进行安平的毒理的测试 安平毒理测试过程中 就要用大动物 包括食蟹猴 这样一些接近人类的动物 来进行测试它的毒性 然后才能申请上临床实验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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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蚤蚤蚤的蚤蚤的蚤蚤蚤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星期間 我們會有機會 我們會看到這些蚤蚤蚤蚤的蚤蚤蚤 在血量的血量 和血量的血量 我們會看到這些蚤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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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